廖正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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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不在 來,請你統合委員 主席,諸位同仁,還有我們的衛生署的所有官員,大家午安 還有足跡處的官員,非常抱歉,這麼晚了 還有各位請這個署長 來,有請署長 委員好 主席,你好,今天是預算的這個施政計劃的這個編列情況 以及預算的編列情形 那我想請問一下,在收入的部分 你似乎有很大的突破 這個突破是罰款及賠償收入 從101年度的法定預算3800萬 增加到明年是3億1000萬 財產收入呢,當然是很少 可是也是大幅的增加,從75萬變成了230萬 所以主要還是罰款,賠款,賠償的收入啊 大幅的增加,增加了變成將近7倍 那如果我們細看裡面內容的話 衛生署本身 衛生署本身你從1億2000萬變成1億9000萬 那中央健康保險局呢 從2億4000萬增加到4億6000萬 你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為什麼這個罰款跟賠償的收入會突然增加這麼多 好,我想這個是不是 他是對特約醫事服務機構跟保險對象 他的好像不正當行為或虛偽的虛報的這個醫療費用 他的最近前一陣子是比有一個除了處罰比較多了 那另外有些是違反全民健保的特約機構的管理辦法 那這個呢,也到了2億 是不是我請健保局說明那個2億的 說明一下好不好 委員好,因為這個是我們特約管理辦法 加重對違規醫療院所的處分 我們把它以10倍的金額來扣划 這個是一個根據什麼樣的規定 是新的規定呢,還是已經既有的規定 而過去沒有落實 這是以前就有的規定 但是因為各界的反應 認為說應該提高這個對醫療院所的監督 所以把這個提高到10倍 提高到10倍 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處罰 那我們的醫療界了不了解我們的衛生署改變的政策 報告委員,我們相關的這些管理辦法 我們都會找醫療提供者 還有附會者代表 大家共同來開會訂出來的 你有沒有做過宣導 什麼時候開始實施這樣子的一個處罰 這個部分已經從開辦的時候 從開辦的時候就有了 但是因為二代健保以後 這個有新的一個辦法 這一切都已經了解了 了解他們明年會面對 因為我知道醫療界是相當的 他們也叫做自己叫艱苦產業了 那你現在處罰這麼嚴重的時候 他們有沒有體認到這樣子的一個變化 因為你的預算已經增加了真的是很多 我們會對這個違規的這個條件 非常的謹慎處理 不是謹慎處理 你要告知義務啊 有 宣導義務啊 你要讓人家 我們刑其是無刑啊 罰其無罰呀 罰的目的是我們不是我們的主要目的啊 我們希望他是遵守規定嘛 是 對不對 所以你有沒有配到配套的相對應的一個說明 讓所有的醫療界都了解我們的政策 有這樣子的一個嚴重的改變 包括委員我們在相關的會議 包括監力委員會 還有費電用決定委員會 還有各種支付委員會裡頭 都會有跟醫界 這個不是我期待的 監力委員會那是少數特定的啊 今天你要退對象 你的對象是有多少多少的 多少人會受到多少的醫療單位會受到 我們大概有一萬九千家的醫療 對啊 你對這個監力委員會只有幾家不夠啊 你們應該有個專案來進行必要的宣導啊 是 否則會民怨四起啊 是 我們在明年一月要開始 這段時間我們會再加強宣導 你要確定啊 是 我們不希望看到說到時候民間有很大的反彈的時候 那這個政府又變成里外不是人的 我們期望你收不到這麼多錢 是因為 並不是你不去收 而是根本收不到 這才是目的嘛 是 對不對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們擔心的是 你設了這麼大的一個金額在那邊 如果沒有收到 如果沒有收到 請問 我們的衛生署 有沒有根據這個作為烤機的標準之一啊 沒有達到預算收入的執行率 沒有 沒有這樣子 那就是序列了 我們我們我們不是這是不希望這麼高了 好 那麼只是說 呃 這個下一次的這個健保有這樣子協商 那我其實在每一次的呃 要訂這個法以前啊 我都有非常慎重 因為我自己也是來自一界 所以我告訴他們說 這個一定要雙方的協商 所以大家 不是協商的問題 而沒有達到這個目 因為你訂一個這個目 預算在這邊的話 就有一個目標在執行 然後你又告訴我說 這個目標執行不達到也沒關係 可是我站在一個立法委員 財政委員會的立法委員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關切的是 如果這是政府的收入 而這個收入沒有達到 就會影響到我們整個其他的這個 財政的平衡收支平衡的問題啊 那我如果認為這個數字是不確切的 不確實的 我們就要予以著三啊 我們至少要讓他知道說 我們政府沒有這個比錢 那是我虛裂了一筆錢收入啊 這是我所擔心的 我當然也另外一方面也希望就是說 罰他其實不要罰他 不是說你在官說你不要去罰他 而是說你罰不到他 因為他都按照規定行事了 所以這個中間是要取捨的 我是從財政的觀點來看待這件事情 我沒有辦法就建立有效監督的話 就我們要做個決議文 要求審計部對這件事情進行考核了 對不對 那考核的結果如果受到糾正的話 會影響到你們的士氣啊 所以我還是請請你們呢 再評估仔細自己仔細評估一下 這樣子的收入是不是可行的 我並不是說在做相約 我一點都不相約 如果你認為這是可行的一個目標 好 那我們就來打倒倒他 如果不可行 那你適度的刪減 反而有助於你自己在執行業務上面的可能性 這樣可不可以請衛生署在這方面來進行進一步的探討好不好 好 這個我們會特別 非常謝謝 那麼另外一個問題啊 就涉及支出的問題啊 收入問題我們稍微解決了 那在支出面上面你做了很多的刪減 是不是 好 這個是不是我們請高主任提一下 這個支出面 本署部分 就是本署部分你做了很多的刪減 其中呢 主要的刪減項目 是簡列政府對一定所得以下的民眾健康保險費的差額補助 這個有74億 對 對不對 另外一個就是政府撥補全民健康保險基金累計財務短處40億 對於農漁會的會員 地區保險補助費呢 也減了12億 這都跟健保的補助費啊 有關 啊 另外一個當然還有一些直轄市非社級的健保 這個專款的補這個專款補助呢 也減了6億 很多都跟健保的這個補助有關 是不是因為你推動了二代健保 所以你就決定以後二代健保來來支應這些費用 所以你在這個地方就予以刪除 我想這個我們規劃小組的 好 請 委員好 跟委員報告 委員剛才提到了幾項 像那個差額負擔那個 差額負擔因為那個是當初99年我們調健保的費率的時候 當時因為考慮到避免對一些人有過多的衝擊 所以當時就階段性的就是補助他一定的保費 那當時大家就有一個共識就是說二代健保實施之後 因為這樣的補助不能夠變長期性的 所以二代健保實施之後呢 就同時這樣的補助就會取消 那因為明年二代健保就要實施了 所以這個部分的補助就會取消 所以您所看到的這部分的減少主要是這一塊 您認為二代健保可以增加多少收入 二代健保的話 它最主要是從補充保險費那邊大概可以增加了200多億的收入 但是如果費率調降的話 我們一般的保險費這邊也會有一點減少 我看到你跟健保有關的費用 一個補助專案補助 對不起我剛剛說錯了 直轄市非涉及那是額外的補助 6億 可是你這邊74億加40億就是114億再加12億 126億 減掉6億是120億 所以換句話說你的二代健保增加的收入 有一部分事實上是本署 署本部這邊在預算上本來應該放進去的 沒有放進去 所以你把這個整個財務的責任啊 放到了二代健保 你認為這樣子合不合理啊 那然後又跟老百姓社會說 哎呀這個對不起啦 這個二代健保也會破產啦 所以我們要繼續再增加 包括委員 因為我們這邊在編在預算裡面都是補助的費用 那補助的費用那個只是對個人的補助 那個不牽涉到整體健保的財務 因為整體健保的財務是考慮到收入多少支出多少 至於我們公務預算編列的對個人的補助 那個都是算在各個 每個人他所要繳的補助的保費裡面 那你意思是說個人要增加費用了嗎 不是嗎 個人增加費用要看什麼人 就是說有些人他如果說他個人有一些利息啦 或者鼓勵等等 那他這個部分就會 漁民團體喔水利會團體喔 我不曉得這個我們建國的這個趙偉 那個漁民水利會團體就會影響到了 那個沒有受影響 沒有受影響 這邊有這邊有這個錢金額啊 你也是補助12億啊 對 那個是補助對這些人個人的補助 對 那就是說變成他們要將來要承擔啊 不會 因為這個補助 這個是一向都有補助他們 那這個這個是建保法所明文規定 譬如說漁民他補助70% 水利會團體也都補助了 這個是法所明定 這個不會受到影響 OK 那額外的12億從哪裡來的 你三點的12億對象是誰 那個是 其實是主技術在分配預算的時候 就有分配預算了 我還是期 是 就中間有一些費率的預估啦 目前我們的費率是5.17 如果明年照我們這一本編列預算 當時的假設是4.91的話 有一些費率的預估會調降 OK 那但是如果又回到5.17怎麼辦 那這樣就到時候就會不夠 對啊 對啊 所以又出現一些漏洞了 我們還是希望大家在 我希望這個衛環委員會在處理健保局的 這個健保衛生署的這個預算的時候 能夠 能夠仔細的評論